除了身高不够可能在求职上会被歧视 另外呢在台湾有超过这个五万名的市长朋友 找工作更是四处碰壁 还好现在呢有多家企业成立了市长就业顾问团 重视盲人朋友的就业难题 电脑不断地发出语音提示使用者 郭一伦的手也在点字机上飞快地摸索着 算是全盲的市长者 郭一伦用熟练的操作 证明自己足以胜任任何工作 不过回顾他的求职路 还是一路走的跌跌撞撞 我先天就视网膜病变 然后落势 然后后来渐渐看不到 很多企业组他们没有 就是没有给我们机会 可能依照说 市长者可能连面试的机会都没有 那就很可惜 根据统计 台湾目前领有残障手册的市长人口 超过五万六千人 并且阵营每年超过一千人的速度快速增加 其实对于市长者 只要有企业试者理解 并且提供适当的工作环境 他们的表现同样可以相当出色 我是觉得看企业组有没有心 因为像我们导读软体也不用钱 我们可以就是自己冠 对然后这个的部分的话 可以申请职务再设计的补助的部分 对所以不是说没有设备 就是把我们婉拒掉 而现在企业界也逐渐开始 重视市长者的就业议题 就有知名的国际商业银行 结合包括电信以及汽车业在内的大型企业 成立市长就业企业顾问团 现在企业界主动站出来 为弱势团体提供更加友善的就业环境 也希望抛砖引玉 唤起社会大众对市长就业议题 更加的重视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台北报道